大家好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过年 对农村的破败景象感到十分的震惊 年后呢就回来上班没几天 就看到了一篇重磅的文章 对当下中国基层的形势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分 那么所形成的空转和序号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批判 甚至声称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 不是房地产也不是金融 而是中国的社会空转社会序号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到武汉大学的教授叫吕德文 他是最近一些年来活跃于中国舆论厂的社会学家 他长期从事田野调查 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的研究 不少的观点都被认为是 接地期也直击社会的痛点 而最近他所撰写的文章 2024年新春调查 基层存在着料条子 拖石向须折腾等潜在的风险 那么这篇社会调查报告就尖锐的指出 各行各业都在拖石向须 那么社会空转是当今社会的最大危机 根据他在这份调查报告当中所描述的情景 春节期间和中学同学聚会 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 有公务员 医生 老师 老板 国企员工 农民工 媒体从业人员 都在一致的吐槽 行事主义 不好好干活 厌恶至极 却又无可奈何 这所谓人到中年 不敢提意见 不敢坚持实际 不敢实事求是 只能够呢 向上不断的应付了事 基层政府在向上负责 不对实际情况负责 老板开心 上司开心 就行了 管他实际情况如何呢 谁知道 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整个的继续蔓延下去 那么实际上到最后 就是脱离时机 而且到最后 只能够使劲的折腾群众 在村一级的组织 服务于上级指标 根本就不服务于群众的情况下 即便是服务群众 很多时候呀 也是做给上级看 到社区 到乡村 去这个调研 去慰问 结果呢 拍个照 了事 一位村支书记就说 工作做不好 指标要好看 既然工作做得不好 指标怎么好看呢 反正就是 七上门下 搞形式主义 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如此下去 基层必然是疲于应对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也必然是严重泛滥 社会也必然是 越来越僵化 但与此同时 一定也就会 民众缺乏获得感 民众的不满 也就会越来越多 想起了前几天 我所做的节目 那么中共中央呀 最近出具了一个文件 要求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呢 进行打击 还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 包括安徽省丁远县 医保局的 搞什么这个 这个学习强国 大比大比赛 每天考核积分 什么分享 点赞多少 这些用 这些东西 所谓的学习 有什么鸟用呢 到头来 就是做给领导看 就是看谁啊 这个点赞了多少 试炎试问 这些点赞多的 排名在前面的人 他真的对学习强国里的文章 认真研读了吗 还是只是做个样子 最后形成一个数字 让领导开心 让领导注意到他呢 这就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做法 那么也有一个名词叫做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那就是手指头点一点 根本不切实际 不干实事 而一直同时呢 同样是来自于 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 在一篇 另外一篇报告当中 这篇报告的名字叫做 村书记揽政 除了镇长书记的通知 其他的都已经是 这个已读不回 那么这样的一篇文章当中 就揭示出了几位村书记 对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 可谓是不堪其饶 导致乡镇干部愈发难以调动 村书记的困局 这篇文章对基层困局进行了分析 村书记的懒政 不好意思 村书记的懒政 这个现象并非源自于 村书记真的懒 而是呢 越来越搞那些刚性的行政任务 根本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也当然不符合农民的真正需要 从而造成了 村书记疲于应付政策的要求 不只是村书记 当前大量的工作精力 集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当中 所谓的群众工作 不是深入群众 不是发动群众 而是劝服 甚至威胁群众配合上级的工作 这严重偏离了基层治理的初衷 也使得基层干部难以在工作当中 产生真正的有意义的感觉 从而在基层工作中呢 也就变得愈发的消极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社会空转 基层疲于奔命 是最近一些年来 中国社会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 既严重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又引起了相当多民众的厌恶 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第19届 中央纪委第6次全体会议上表示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 要从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 助力正确的政绩观 尊重客观时机和群众需求 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 多做为民造福的时事好事 杜绝 装样子 搞花架子 盲目扑摊子的做法 2023年6月份 中央层面的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在北京举行 要求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作为作分建设的重点任务 2024年1月份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再度召开 把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上升为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个高度可以说是拉到了最上层 应该说上层十分重视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 进行了许多的努力 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实际状况来看 在官场特别是基层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困扰基层的问题呢 依旧是相当的严重 今年初 吕德文教授在基层六题一文当中指出 最近一些年 基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人所共知 人人都深恶痛绝 但是似乎呢 只能在形式上反形式主义 反反复复越反越多 搞了半天 打击形式主义 反而变成了 自身都成了形式主义 以至于基层差不多 要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投降了 反正服了 对吧 你呢 要求什么任务 什么报告 什么通知 人一边去 要不就是呢 应付了事 再加上经济下行的影响 基层也明白着 也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 出现了基层将死 和社会衰退的征兆 为何会这样呢 这要从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所产生的根源说起 吕德文教授认为 上级把基层当作科层组织 用组织控制手段 去改造基层组织 这从而使得基层组织 失去了与生俱来的灵活性 和非正式性 当基层组织 只能目光向上 一切看领导 一切按照领导的指示 来行事 而无法仰眼光向外使 自然就无法融入社会 只能在体制内部 不断的僵死 什么意思呀 基层的这个干部呢 他要和老百姓打交道呀 不能够耍官架子 不能够完全按照 上层老板的领导的要求 按照那样的模式来做事 来说话你要接地气 你不能够到哪里都 关枪关掉 而除此之外呢 这篇报告当中 还把制度过密化 什么叫过密化呢 就是基层被管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 反正呢 从这个种什么树 养什么鸡 搞得好像什么事情 都要有文件 都开始管起来了 赶超体制之下的基层治理 所谓到了一个素食时代 折腾式的治理 制度预期不稳定 那么被视作 当下基层治理困局的 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呢 这都与基层组织 只能目光向上有关 一切听领导的 一切看领导指示 必然会造成基层脱离民众 以此逻辑进一步分析 当下中国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社会空担 基层疲于奔命的问题 从根源上来说 与过于依赖单维度的 自上而下的权力 秩序 缺乏相配套的 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 可谓是密不可分 1980年 邓小平在著名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文中 就触及了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源 邓小平先生 在这篇重要的报告当中 特别谈到 他同我们长期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 和计划管理制度 必须对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 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 管理体制 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 都管了很多 不该管 管不好 根本也管不了的事 多数办事的人 无权决定 少数有权的人 负担过重 必然会造成官僚主义 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要知道 这可是几十年前 邓小平先生就已经 在重要的报告文章当中 把这件事情点的是清清楚楚 想要解决问题 那自然只能够建立一套 与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 相配套的监督体系 让广大人民在合理的范围内 扮演监督者的角色 改变基层 只能眼光朝上的结构 让基层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既服务于上级致力于公众利益的政策 又兼顾实际情况 与民意诉求之间 那么进行对接 同时对上和对下双向负责 这应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一 我们希望 未来再回到乡村的时候 中国的农村不再破败 我们希望中国的基层之理能够既向上负责 也向下向老百姓 向日常的而生活真正的实事求是 接地气来负责 不管怎样 我们希望在2024年2025年 未来一段时间看到真正的改观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